各位旗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原围棋频道,我是范围晶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26届马乔杯中国围棋新人王赛的对局 很高兴能够和王浩阳六段一起为大家讲解 浩阳你好 范老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新人王赛的两盘焦点对局了 一盘呢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傅建恒对林子杰 那林子杰是出生于08年的初段 这是我们比赛的现场画面 这位女棋手是唐嘉文四段 四段 怎么 单位很高 那是 奇也很厉害 王楚勋 那我们第二盘对局是会讲解这个唐嘉文和他的对手是胡子豪的对局 胡子豪 对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正在想 正在想 对 尤其是我也不知道是应该念在还是在多英字 嗯 应该是宰想 正宰想 哦,好 正在想确实容易 这个是陈豪欣 嗯 陈豪欣也是杀入过新人王赛的决赛的 哦 嗯 输给了周鸿瑜 我记得是 啊 这位就是周鸿瑜 对 周鸿瑜 非常厉害的女棋手已经拿过世界女子比赛的冠军了 嗯 王兴浩 嗯 王兴浩 已经拿过两次新人王赛的亚军了 哦 而且输给的是同一位对手 图小语 哦 所以这次 王兴浩 王兴浩其实和图小语不太算新人了 我感觉已经 因为陈鸣太早了 是不是 对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算新人 嗯 现在就是 王兴浩好像在前一段时间那个 就是 野狐的那个世界的那个什么 啊 对 他是 呃 2比1战胜了神称薰塔的冠军 对 所以说 这个 还算是新人的话 就有点名不符词了 但是没办法人家年轻 哦 人家棋虽然是到这儿了 但是 是 没办法年轻 还是依然是新人 其实那他下这个比赛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我觉得 啊 就是说 输了输了就是抱冷 然后赢了就是正常 啊 也 对 这个会给自己一定的心理压抑 毕竟是赢过这个深圳西的人呢 就也算是世界冠军了 啊 对 嗯 能在翻棋当中 赢深圳西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嗯 好 那呃 今天这两位骑手呢 呃 傅建恒是在去年的时候拿过中国为奇星秀争霸赛的亚军 哦 嗯 傅建恒最近好像还是成绩还是挺好的 就是我比比赛不太知道 但是我好像听说有一次是国少队选拔赛他是第一名 哦 对对 那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对 他是出生于06年的 嗯 现在是二段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盘棋 嗯 林子杰啊 也太年轻了 太小了 实在是不太了解他 嗯 这个黑棋是林子杰 嗯 那他现在 在他比赛的话 这个情况还是是主要是在线上 哦 对 是的 哦 分中国奇远和杭州奇远两个赛区 两个赛区 嗯 就是两个赛区吗 嗯 应该是 我我看到这个比赛的画面是这样 哦 那就说 那还是说咱们这个年轻骑手分布的还是比较 就就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没有说在别的地方在训练 应该 对对对 嗯 大本营可以算是 嗯 实战的开局 白棋二连星 黑棋 像小木 对 嗯 然后手脚 其实我觉得吧 新人王就是应该像像林子杰这种小朋友或者父亲 就是感觉 这真的新人 新到你不认识 那才是新人王 对 就是这样才有意思 哦 是 那看来这个王兴浩这一次是必须得拿个冠军 对我觉得他主要他拿不了冠军就没有办法证明 那这一届涂小雨是没有下的是吧 这一届我我没有看到涂小雨是不是他他俩年龄是有差差别吗 不知道也不是很清楚 王兴浩是04年的哦那可能他比头效也要小一点哦哦哦他有可能最后一届对那他这届应该是志在必的那这前面两届都是亚军那这一次我感觉他还是而且王兴浩还在去年的时候拿了呃国际 国际优20的这个新秀的冠军哦哦啊他看来是在国际赛场上发光发亮不是他不是在在在维甲他也生意也非常好哦对他是主力队员对主力队员然后成员就是其实王没有两次都输给涂小雨那因为涂小雨他也他也就是和他是一个等级的就是说确实啊他俩就是应该是孙子星反正因为我知道我有学生也下了比赛就是感觉如果先抽到王兴浩或者涂小雨的话感觉这个签就不错了 不太乐观哈哈哈哈学习啊就是就是就是公认大家公认的就是热闻嗯对所以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你是认为就是除了王兴浩之外还有没有就是具备争冠实力的人哈哈哈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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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这个就不好说不不想说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有哈哈哈嗯而且周公瑜不是也拿过新人王的冠军吗哦是 那是是对吧新人王还是新修赛应该是新人王新人王新人王对赢了陈豪欣吧对赢了陈豪欣所以他也是有争贯的希望认为他们反正现在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只是说可能王兴浩点子比较重那个机会比较好那其实他们年轻人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感觉也都随时都可以有可能可以发光发亮嗯对他们 我感觉就是可能呃在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正是涨齐的大好时候对就有可能半年不见你他这个棋可能就翻一翻你就可能已经认不出来哦这是他下的棋吗进步那么多是不是没错嗯嗯好那我们就呃赶紧来看一下这盘棋看看这两位小将是不是哎也是 许久不见是不是有所进步哈哈哈这个布局还是比较比较吸引哈像看上去比较吸引一点嗯附建横其实他这个手脚感觉还是感觉挺自信的表现正常来说其实现在好像哎哎感觉他认为就是可能反挂感觉会更多一点嗯 嗯就他他他反正现在觉得轻微挂脚头先比较正常嗯比较正常哎比较正常哎就你应一个呢也也没什么关系也没问题嗯这个都差不多马上靠上来了哦嗯嗯那这个定是靠的话好像是局部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缠的一个一个下方嗯如果可以去搬的话来去搬下来可以搬吃 他应该是先锻一下嗯嗯大翅 黑的有拐和大翅嗯两种对拐的话稍微简单一点拐的话就简单就走成这样然后跟白旗走嗯白旗我我感觉他可能会坚顶一个现在嗯嗯等你尝起来的时候然后他再拆个二嗯应该这样应该是白旗的一个意图吧嗯对他就是通过这几个交换呢虽然说把黑旗撞得很厚然后实地也都 给黑旗了但是黑旗的效率其实也就还好啊白旗主要还是通过这走走到这个他为了走到这个然后拆个二这样的话呢他这就是说比较厚一点啊有有根距了这样的话和这边的作战他比较有利啊白旗速度很快对他如果说直接坚顶了加呢可能他担心黑旗会这样加过来嗯如果不走这些字的话就是说正常的话他坚顶了加肯定大家也正常下的然后黑旗有可能他担心这样过来 这样的话可能就大家就可能形成一个对跑的感觉嗯嗯他通过这个交换的话呢有了拆耳他相对来说明显还是厚了一些嗯嗯应该白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图 那么靠他他拐外面肯定就白旗应该是比较比较简单的就达成了一个愿望啊那么如果打的话那么这两下交换白旗已经便宜了对他打的断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 温应手的状态就是说他断了以后因为这个力是先手呢他这样他这个拐呢就对黑旗来说就比较 有点难受那么他就得硬硬硬的时候呢那么白旗就搬 把它的压 把它立一下 然后再压嗯 这个另外黑旗还是不能搬这一段这有一靠所以黑旗还是得长其实还是因为他断完这个地方气紧了嘛是的他其实就是为了 这个先问你一下然后能通过这个问道之后呢他可以压你不让你搬起来然后他估计 再下这种嗯 白旗的意图应该是这样啊 不我觉得其实胚旗这样下也 也可以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实地 方老师觉得呢 我也觉得还可以 反正我毕竟五路嘛对我反正黑旗你就算不是说你就这个时候你就飞起来了你就自己先扩张一下这边 对而且我觉得黑旗这个手脚是最好的一个配合啊对这边两手气的话没错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满 就如果咱们看成这边已经形成这样嗯然后黑旗这边让黑旗摆对黑旗也就摆成这样就让你手放手动 嗯不是自动你手动这个旗也就是最好的就摆成这样是 那么就黑旗其实这样选择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考虑嗯 嗯不知道白旗会不会有一些别的下法啊 如果是像是这样其实我觉得黑的可以也可以接受 是的 只是可能说哎对方走到这来我这么应对是不是就达成了对方的心愿啊 那也是有这种可能对 对所以实战呢这个小朋友啊 林子杰没有选择在这个地方搬而是选择了搬在外边 这个也是白旗靠过来的一个常见的应对 对就是靠的话肯定白旗黑旗第一杆肯定是搬底下 嗯当然这一个退这个长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法 嗯但是退的话就是大部分情况肯定还是被白旗便宜了 那么厂在外边的话呢它可能就是白旗的意图可能就这样加过来的时候 你黑旗不太好意思再往这边走嗯 这样的话这个便宜将来有活脚的各种利用 这两下我明显便宜了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可能黑旗也不太肯这样走 然后这个肯定也是有点亏 所以要不是搬底下要不就搬上面现在正常来说 嗯 当然就是有的有的情况其实长也有可能啊 退也有可能但是你还是要根据全局的一个配合 嗯 决定啊 那实战他没有选择这个呢他就选择这个 嗯 就他可能觉得搬在外边好一点嗯 我也不知道后面会形成什么样子 嗯 我就看一下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摆的图的话 其实搬里面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完全没有问题就我觉得是我也我反正是这么认为的啊 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挺实惠的啊 是的 那这个图因为这个图之前也是摆过好像 对这个地局部的这个变化感觉好像摆起稍稍便宜 是的就是我不知道黑器他们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下方 如果如果还是说按照以前老的老的定型的话呢 我觉得黑器肯定是不能接受 但是看起来似乎是没有新的 没有新的啊 就是这么下的 然后把这个打掉 打掉 哦还是下成这样是吗 对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白器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我 这个 这个我觉得我就需要批评一下黑器 我感觉这黑的这不是齐不是说白器便宜的问题 感觉黑的不是齐 嗯 方向上也有问题 方向上也有问题 配合上也有问题 就是 第一这个这个定型就下成这样的话 局部就是白器不错 嗯 然后现在下成这样以后 现在白的把这一蒸 因为现在好像黑的 这边呢 也没有合适的影蒸 就影蒸可能你就是尖充一个 嗯 那尖充的话其实并不严厉这个影蒸 对吧 因为尖充其实经常啊面对尖充的时候 大家就脱线 就反家都都正常的 所以说就是让你挡下来 其实并不是很很可怕的件事情 是啊但这个地方被提掉的话 这边首先你的 等于配起你这个小木这个手脚 这小木这手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阵势 如果被白子这把朵花 肯定是不太配合不好 我觉得配合不好 嗯 嗯 这个小朋友 我以为他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嗯 其实其实如果搬的时候 我感觉那也不能搬了 我感觉 哦 这个感觉黑的是不是吃回来 吃回来 嗯 那么白棋粘 白的有粘有 打的 哦 有粘有打的 就两个都有 你粘的话我应该就 提 我应该不走了 哦 这里面没起是吧 嗯 暂时没起你跑我提掉 你管我沾上杀器的话 我还是比你快一口 哦 那我拐打这个 对你可能会拐 拐打 拐打我就长 嗯 再长 对 然后再压 就是这个棋 有这样下的 嗯 我觉得同样都是定型的话 黑棋 为什么不选这个呢 就下成这样 这样的话其实白棋这一块和实在相比的话 它明显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厚的 嗯 就黑棋将来加过来 还是威胁 可以威胁到白棋 嗯 然后因为你这样下的话 逼迫白棋这样拐打推过来 那么你长到这儿 其实你和这个子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合 嗯 我感觉如果黑棋是这样定型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嗯 至少是有一边是配合上了 嗯 对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将来其实白棋从这边逼住的话 也不是很怕 因为将来这斑呢 像什么就是 就是白棋这价值也没有那么大 嗯 我觉得黑棋要这样选择 我还是比较可以支持 我就是和刚才咱们班里本的这个图 我觉得是不分伐种 就是感觉不好说 嗯 但像实战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绝不能接受 我觉得完全不可接受 本身这个定式也有定论 是白棋烧好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再加上两边配合 我似乎都不满意 黑棋 现在这棋就下成这样 我觉得黑的也不能打 啊 也得单沾 也得单沾 白棋虎 白棋虎 然后可以把这个拐出来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 和实战黑棋断打一下相比呢 就是他的确断打一下将来有个引征 然后白还要需要再画一手棋 嗯 但是就和这个图相比的话 其实白棋如果画一手棋 等于他一手棋 走两个 走了两个 嗯 就是这这部棋作演肯定说 不是特别有效率的一手棋 嗯 但是我你能白送我一个子 那我白棋肯定就比较可以接受了 嗯 这个子你别看好像他在虎口里面沾了一个 但其实还是非常有用 是 然后这部棋 就一下就变成硬头了 对 这家本来黑棋拐过来就是 还有靠什么的 就是他一手棋能走两个呀 这种棋一般来说 都比较有价值 嗯 都比较有价值 而这手棋肯定也是有一手棋价值 对 因为现在主要是你拐完以后吧 白棋其实它这里是它是需要处理的 因为你不处理的话 接下来就是黑棋 我比如我点先手 你接上 那么我就跳出来 其实这一手棋 白棋是非常大的 它走一手 嗯 这样白棋的刚才有一点后卫的地方 瞬间就变成棋棋了 对 而且黑棋这边好像还有一些实地的一个获取 是的 所以其实走成这样以后呢 白棋估计它还是会 因为这种地方得拆一拆 嗯 其实它 它走成 它如果能走成这样 它肯定走成这样了白棋 对吧 它现在它肯定还得拆 但拆的话 就看我们将来 比如说黑棋从这边拐过来 它这个头其实非常软 嗯 还是有 嗯 所以确实这个黑棋得想想 不一样的下发 嗯 我觉得是 对 这个纯粹的这边打一 有点亏的定势 配合 各方面都不好 除非就是有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 引征的一个手段 就是这边我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手段 我引征 那么你这个地方你肯定不能被我跑 那么下一手非常的严厉 嗯 但现在的话可能只能走成这个样子 只能这样 走了挡一个 走了挡一个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定势 对 这个局部其实相当于走了一个定势 嗯 所以这样引征的话 应该达不到上面亏损的一个情况 嗯 嗯 白棋贴 啊 他就是兼冲的 对他就是兼冲的 哦 白棋贴完了之后分头 分头 嗯 他分了个高的 这个 嗯 就是 这个看上去 这个布局的话 黑棋还是 要亏了 嗯 要亏了 黑棋拆 黑棋倒是挺冷静的 下的 拆 白棋 这个 嘿嘿嘿 这个是不是过于冷静了 这个小朋友 这 很冷静 这这步棋的价值 我觉得 当然是觉得 我反正我看是非常的不舒服 是 因为像这种地方呀 这个不是有点脚吗 而且这个地方味道很多 对 是想让白棋往这撒的 对 事实上是 事实上就是说我肯定希望你往这边走 然后将来呢 我通过这个扳虎去威胁你 然后对脚上再形成一些 比如将来拐一个 嗯 拐完之后我扳了虎这边上先手 就是说肯定希望白的往这边撞 你现在你这个棋你立三拆个二 实在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效率 我觉得 这样的话你这些棋其实都不存在了 嗯 都不存在了 对 你这个便宜 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利用这个 让白棋两边打架的 嗯 结果你现在自己走的话 这个你就算被你先手扳到 也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 尖充了挡下来的这个效率 我觉得达不到达不到 嗯 嗯 白棋飞 嗯 黑棋 啊 这个时候飞 又是很稳的一步 啊 小朋友确实 这个价值确实也挺大 嗯 是吧 被白棋逼过来的话 有点难受 黑棋 大吗 是吧 我我我感觉不是特别大 就这棋因为 刚才为什么说就是 这个地方比较损 将来就是白棋立啊 有先手味道 他立了一点啊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比较麻 你想木树 帮助的话 肯定只能夹 对 你要你要挡的话 我搬你就是木树 太亏了不要 你只能夹 那么就我爬过 是要 你这样挡住 嗯 这样的话就等于我这个肩 是先手 对吧 这个力是先手 其实就白棋这里已经巨厚了 就刚才他这一手棋花的 非常值得的白棋 嗯 那么他这巨厚的情况下 其实你飞一个真的大吗 就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时候脱筋 嗯 怕白的逼过来 逼过来 其实黑的就顺势靠出来 其实白棋 他会在这里唯控吗 嗯 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就点进去了 我摆完了点 搬这个 不知道 我我我感觉这个方向 其实白棋不一定会这样选 哦 就是因为其实黑的出来以后 对白棋这里两个是 其实是一个威胁 嗯 如果如果你要点进去 我就看不清 点一下我要虎下来 是 是什么状况 白棋 冲断 也是 而且我就摘上了 就是其实 你盘我可以断了 蒸掉吧 哦 你也盘坏 如果说你就尝一尝 的话 其实白棋的这个方向 其实将来再被断两 其实它是重复的 嗯 这个木树是小的 对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 感觉就是白棋 如果逼 如果是逼住像这样的话 嗯 我感觉黑棋应该不怕 因为这两个顺势出来 对黑棋这还是一个 攻击的一个状况 嗯嗯 就是 因为你小飞的话 其实 就这木树 实在是没走到什么 将来白的这种地方 他可以还可以再去 继续搜刮你 就是问一下你的状况 嗯 你是 这个棋又小了 黑的 嗯 还是应该抢这个挂甲 对 我觉得应该抢这个挂甲 嗯 那 不幸被白棋走了 哈哈哈 黑棋走了这个之后 嗯 然后那现在全局最宽的地方 就是这儿了啊 看看这个地方 黑棋是怎么定型的 黑棋实在是脱完了联斑 黑棋实在是脱完了联斑 哦 白棋选了一个 粒 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白棋是不是现在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厚 所以这个地方打结他是不怕的 对对 就正常的呀 这个就是粒如果黑的虎啊 嗯 把他打 就是说 方老师说的是这个打结 嗯 但这个打结呢 就是说实话呀 你你得黑棋真的是结材有力的时候 嗯 才能打 如果这期打输了 其实是非常亏的 就大家不要觉得去打输了 你不过就是打一个结 我外面也没有死 就那其实是非常亏的 嗯 因为这个状况 咱们首歌一下就相当于什么情况呀 就是这个棋 你现在你走外边的 嗯 你随便外边就你算你算你找个结材嘛 嗯 然后我肩顶 嗯 走两个大素手 然后打吃 嗯 这两个其实 这个 有些水平的棋 我肯定觉得 这个肯定 在正常情况下 肯定黑棋是不能这样走的 这个太俗了 大素手 嗯 那么接下来关你锁完之后呢 这又交换一个 嗯 这个交换还好 但你又送了我一个 这是你送我的 不是不是我自己下了一个 就是刚才黑棋这个被提起来的 对 因为我提起来了你一个词 嗯 那么其实就是说等于我坚定你搬了打 然后你就送了我这两个 嗯 所以说是非常亏的去不 哦 是啊 不是他白棋并没有说他多花了很多手棋 嗯 嗯 他只是等于坚定了一个 嗯 所以黑棋这个棋一定得是结材有力的时候才能呼起来 就是你一定要确定你这样的损失 你是可以通过结材你来挽回 嗯 你来找回来的 嗯 那么你才能就是开去开这个结 那现在的局面下那黑棋开这个结 它显然是不明智的 因为白棋这里 啊 结库 应该说是结库 结库 就是这个左上角这立了一点这个白棋的结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大概七个结材 嗯 就这七个结材 你黑棋你是怎么能打赢白棋的实在是看不到 嗯 就你只能通过找这个角 但是你找七个结材太难了 嗯 啊 所以说这个结现在肯定就是正常肯定不能开 嗯 那么白棋其实变得黑的拖了斑啊 它其实有一堆的下方 一堆的选择 嗯 比如说 比如说 打完了粘 打完了粘上 嗯 对吧 打完了粘上 如果他现在打完了粘上 嗯 那么你你们的黑棋是会吃还是会度过呢 就行 这个还 那我打完了虎吧 不给你这选择的机会 哎 你这对这个棋就是说 啊 打完了粘啊 其实是有可能被黑的直接吃掉了 嗯 这样就定型成这个样子 对 白棋没办法只能往这边发展了 啊 对 但是你往这边发展的话 我们看这个 你面对着黑棋的这个拔花啊 嗯 虽然说黑棋可能没有什么发展 但是你想在这有什么发展 那也不太现实 那方向上 方向不好 所以说他打了粘呢 他肯定是担心被吃掉 嗯 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不给机会 我要虎 对 这个就是说啊 大家看经常看棋的时候 哎 为什么白棋是打了虎的 不是打了粘呢 打了粘他也得度过 那我是不是还能选 对 但是你打了粘你要小心白 黑棋会吃掉你 嗯 而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吃掉 啊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其实想着 粘完了之后压一下的这个定式的话 再不妨就选择这个虎 对 对 如果你你想粘完以后 嗯 还是要拐头的话 嗯 那么你就虎 这样不给他机会 除非你粘完之后你想粘 那么你 你就选择粘 嗯 就是你认为你的判断 粘的时候他不会吃这个 其实就是你在下棋之前先判断好 他会不会吃 嗯 吃 他如果不会吃 那你粘完之后 你你选择粘或者选择拐 那是你的权利了 哦 是 嗯 但是你如果没判断 你被他吃了 那可就回答了 对 这个一定要判断清楚 判断就亏了 嗯 所以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高手们就下棋都是虎 对 我本来也想压 因为 所以我就选择虎 你就要选择虎 这样因为你虎的话 他如果吃呢你就打吃完打吃下来 肯定比沾上这个效率要高 要要高 嗯 那这样的话啊 我觉得既然这个地方不大嘛 我就这么去下 我觉得可以 是是 这这这一条边呢 我感觉就是白棋肯定方向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就但是在这一条边方向就是有点不见得好 因为现在黑漆这个头藏在这里 嗯 那么你走这走后呢 你想在这发展特别大的一个潜力呢 不是很现实 也不太现实 对你要是围点空了可能是可以围 我拆一个从间隔上来说也不是说特别优美 就是你想围点空可能可以围掉 嗯 但是你没有什么往上的发展 嗯 嗯 就只能底层 对上面 因为有这个头闪闪发光 是 所以也不好扩张 对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压过来 其实对上面还是有影响的 是 肯定是啊 如果说黑棋想发展上面呢 其实打了火过来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而且尤其在开局的阶段呢 其实这个下法还是比较常见 嗯 但现在其实已经到了 应该算是纵后盘 嗯 那么就是说他这样的下法其实就不见得好 嗯 那所以说就是封建恒呢 他就判断啊 这个我这样选择呢不不满意 嗯 那么除了打了这个还能走什么呢 就就是说有这个粘 嗯 以前呢咱们下期好多好多是粘 对对对 但是这个粘呢 现在正常来说 其实被 应该说被AI老师否定 哎 就是说这个粘的话 它是微微黑的一虎 这局部白棋是比较亏 比较亏 但有的时候粘也行 嗯 就也不是不能下 就是你 特别想特别简明的时候 粘完一拆二 就是非常简明的时候 也有可能 嗯 但是就是正常来说 还是亏一点 嗯 大家下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 那么现在他这个不可能 那么现在就是 还剩下这一二三个选择了 嗯 这个斑也比较 虎一个 先说虎一个 虎一个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黑的虎白的吃着吃 肯定比另一个要要好 嗯 那么虎的话呢 黑棋肯定是虎这个 嗯 那么现在白棋长 啊 其实呢 白棋和刚才打了拐过来 有差不多意思 就是他还是下后这边 这边的话 就是可能傅杰恒 就是他判断 这边没有太大的一个潜力 嗯 所以说他把虎呢 这个也放弃了 但是虎也是一个局部 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嗯 也是经常可以下的 就你这样比较厚 经常会出现的 嗯 这样的话白棋 这个是 呃 在这个地方比较有弹性 啊 就对 对 当然白棋是最想的是这种形状 那肯定 对他持人力嘛 你虎他一长他感觉最舒服了 对对对 很舒服嗯 这样呢就是我感觉是 木树是损了一点 但是白棋也变厚了 也变厚了 但也使黑棋有了眼味 对嗯 黑棋将他打个沾上 他他就活了 嗯 所以说围棋真的很难 两拳 无论你选择什么 他总是会有一方 是有欠缺的地方 对吧 不可能十拳十美 一手棋放在棋盘上 是 嗯 除非是那种 呃指死一手的妙手 要不然的话 在布局阶段真的 这种选点啊 嗯 对于棋手来说真的是很难的 就难就是能来判断的吧 嗯 其实对 其实你要下棋 我觉得下棋之前 你要判断清楚了 嗯 也还好 不过就判断会比较难一点 对 判断太难了 这个特别像说 这个这个虎也可以下呀 也没有问题 对 这个时候就犯难了 这个时候 就感觉好像走哪个 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也都有满意的地方 他肯定是最终 他选择了一个 他认为就最好的一个变化吧 对实战呢 他这个长就是 哎 我觉得他这个选择不错啊 因为这个明显有个捷库 那么 他还就是正常来说 这个捷黑的一般来说 就不太肯打 黑棋 不太肯打 嗯 那么如果黑棋不打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局部怎么走呢 黑棋就还是只能虎了沾上 其实这个局部 那我白棋也是满意 他就是白棋他就是想下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定型 嗯 他认为这片的价值没有那么大 那么他觉得角地的实力呢 会更重要一些 嗯 然后他也不想在这个边呢 有很大的一个座位 然后黑棋拆 嗯 黑棋拆 嗯 稳 到目前为止我感觉黑棋下来都非常的稳 哇 这个 白棋大 很大 是 但是接下来黑棋马上就硬 确实也是感觉 白棋的心情还是无比舒畅的 确实 对吧 对 现在黑棋马上跟着硬了 这个棋是不是太稳健了 但是他不硬呢 他就这白棋将来搬下去呢 就是也 难受 比较头疼 其实对于黑棋来是也比较头疼 主要是他这还没交换掉 他搬下去你要不走 我一打这边 出事了 就出事了 对你可能得虎 我还得虎 然后他提一下 先手提一下 很愉快 提一下提回来 然后他将来再尝过来 就是 可能这首棋就是 因为林子杰他觉得也挺大的 嗯 他也现在因为确实全盘 也没找不到什么 发力点了 黑棋就是现在啊 黑棋他觉得这块的实力 还是可以 接受吧 确实是吧 可能也没有看到有 全盘有哪更大的地方了 对啊 所以他搬 嗯 然后白棋很稳健 搬毡 这个脚就是姓白了 现在怎么说 对这个搬毡 其实 经常我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二路搬毡 二路搬毡 大家 真的不能千万的小看他 这个 经常都是特别大的一首棋 嗯 就现在起一般毡 黑在这里 木鼠没有 嗯 眼味也没有 嗯 那么就是你可能你就 将来有可能 会是白棋的就是一个 攻击的目标 嗯 然后我搬毡以后 这个脚地的实力就 很确定 嗯 那如果被黑棋搬毡了 这个地方 你白棋这个脚 你要是不补 将来这一夹 我估计你是只能退让 嗯 那么因为你要立下来 那我顶了一般 感觉上 整个脚可能都要被端了 对 你可能只能退让 那这个其实实力也是非常大 嗯 是 所以这种搬毡 千万不要小看他 嗯 经常都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对 那既然白棋搬毡 这个脚已经姓白了 那黑棋就 嗯 选择在外边来骚扰一下你了 嗯 希望这个我觉得也是 非常常见的一种下法 对 靠上来 你就让你后上加厚嘛 是 看下能不能走到一些便宜 因为他现在斑毡的话 因为脚上比较厚了 他也没有棋了 嗯 他就让你厚一点 嗯 蒸血黑棋能在外边多交换棋子 对 好那么白棋是斑 黑棋长 白棋立 这个也是很扎实的把木走到 嗯 黑棋拐 白棋长 黑棋拆二 但定型这样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因为这又死了之后 黑棋这个感觉更弱了 更弱了 更弱了 我还是觉得 还是那句话 这个小林 您 这这这这这这步棋走的真的很重要吗 这棋 我还是没看出来 特别着急 就要是走到这这方向就是白棋 太厚了 不是他太舒服了 你不觉得白棋 就是他这边也特别舒服 这边也特别舒服 就是黑棋的那个效率 就是 这都下的都 就是 很很很低我感觉 嗯 对 因为现在我们看这个全盘 其实就是打了几个定势嘛 打了几个定势之后 黑棋也没有配合 正棋上来说 没有配合了 而白棋其实都是比较实在的 对 这个黑棋很难说这个棋能够说占优 那是不可能了 占优不可能 就看现在这棋是落后多少 落后多少 从我的 我的感觉上来说 这棋 那黑棋落后是肯定落后的 嗯 你说他在输多少 肯定也没输很多吧 就是因为他 毕竟他其实还是挺 算是比较正常的在下 在进行 嗯 只是感觉像效率上来说 是明显不如白棋 是 我觉得这个靠 这这 我感觉 还是应该先 先攻击白棋 我觉得 嗯 先掌握这个主动权 就除非你靠了有 别的下法 就 你如果像退了拐了拆盖 这个棋 我觉得还不如别下了 嗯 是 将来其实有没有直接拖 直接拖 直接拖进去的可能 有可能 更进一步 我感觉要下的话 有没有可能直接拖 就是 实在是不愿意 这个棋呢 往这边下 嗯 就是说这条边的架子 其实是非常小的 对 非常小 因为这个黑棋护出来以后呢 其实这个头也是软的 白棋 白棋在这他也不会去唯控 嗯 但你要往这下的话 也是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这两边好像有一点打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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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白棋拐过来的时候 就是你要 比如说这一棋 白棋在这定型完了 将来飞一飞 你黑棋要从这出来 白的再一拐 就感觉黑棋 整体这个配合 还是有点问题 是 所以 黑棋 还是尽量 看看这个地方先定型 对 我觉得你先飞过来 先攻击一下这两个字 嗯 再来决定这边怎么下 是 因为这边其实你不走白棋 他能为什么呢 也就拆 我感觉他就拆个二 这棋白棋要走 他能为多少呢 其实比实战 他就多为了这六母棋 我感觉 这边 对 这个棋就是 他如果下的话呢 我肯定觉得他应该想想办法 就是 这种段或者说往里搬 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 我觉得有一些普通了 就是黑棋下的 就让白棋整体下都很舒服 嗯 白棋也没什么损失 现在变成白棋先弄手了 这边 白棋选择了拖 我这刚才说 这个拖 也是黑棋的一个心病 嗯 适应手 这部拖拖的黑棋还是挺难受的 主要还是这部棋 就是因为这个手吧 他走在里面肯定还是不太可 但是走在外面的话 就白棋留了一个火器以后 嗯 他这种再过来就是 你比如说你在往底下走 太大把脚活了 哦 就是感觉 就比较难受 嗯 实际上是 斑的外面 那么黑白棋净脚 那白的肯定反斑 这就活一个脚了 啊 火 这个白棋活的还是很舒服呀 黑的要想强杀的话 可能也能杀 就是飞得退 飞得退 哦 想杀应该也能杀 不过可能就是不一定便宜 嗯 就是白的可能加一个 嗯 你立 然后打吃 然后断这样 嗯 你大概粘上 然后可能我 然后尝一个 你走完之后我收个气 哦 啊 白棋弃子了 对白棋应该是要弃子 嗯 嗯 就你要就是想净杀的话 你肯定是只能飞着这样杀 现在嗯 但你要想打结 你可以打打在这儿 但打结 白棋就 这个始终这个还有个结果 我发现这个这个定时白棋 这个隐约的这个有这个便宜的地方 可能就是这个打结不怕了 впер arte 人质还很多 而且他找的结材是不损的 就是他本来像他就这样像 这种结材是非常的愉快 没错 嗯 好那么黑席接下来 虽然它是 哟 这不靠是不是有一点 发力了 发力了 有点着急 嗯 这个鞋 我感觉还是先把脚杀了 把脚杀了这个棋 还漫长 最关键是 这个棋只要白棋通盘呢 它都厚 你就攻击它这一块棋啊 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把握 咱们攻击呢 其实就是获利 对 获利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 我可能缠绕你一下 把你攻一攻 然后你都比较惨 那么我能攻到东西 现在就是白棋全盘都是头 四面八方全是头 然后也都特别厚 那么你就是 你想就是杀棋是不可能 你不可能杀掉我 那你攻击呢 也没有获利的点 就是黑棋现在 对 没有配合 对 没有配合 所以对于黑棋来说 确实是很难 我觉得还是应该冷静的 还是对 那至少这边先把空拿住 然后这个棋盘还广阔 对 还是可以下 这个一下子好像是有点着急了 我肯定有着急 主要是这个白的靠了长出来 黑棋该何去何从呢 对啊 这个没有行了 这个黑棋 这黑棋只能长 这不能可能 这比一虎白棋 这形状太舒服了 对 但是这一双 但是你一长也被我听 形状太舒服了吧 对 这个 这个子就变得白亏 是 是吧 嗯 那肯定是 这一下又是大亏 哦 黑棋要 实战等于说就要了一个 这个 这个加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 加 加 加完了 飞死白棋 但是太损了 这几步太损了 嗯 这个肯定是非常损 嗯 嗯 主要白棋这个地方它也比较 它可气可取 就是说它本来也是你的脚 就你不觉得杀了我 你就很了不起了 也没有 加 黑棋 没有选择力 这个是什么 状况 这个起 哎 有点看不懂啊 这力 力不行吗 力 行呀 看着 力白棋 因为现在刚才的下法应该是不成立了 就是它其实有个家 还是有些用的 我能度过了 哦 我能退了 你先你断 我可以打住你了 嗯 对 我可以打住你了 你再打的话 我就可以退了 不我不退了 我顶住 顶住啊 顶住我退 对对顶住啊 让你提 我挡住啊 哦 这样更好 对 这样你断 我打了回来就行 打前手 这没事啊 这边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 就白棋加一下呢 它也就是加一下 它就是 它也不 也不打算再弄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 它可能在走走这边 应该就白棋就算了 嗯 啊 黑棋这个虎它是看轻了吗 这个感觉如果不成立的话 可能就要 直接就 这这 应该是这样 便宜吗 嗯 不是 它它就杀你了 嗯 就你尝它冲断杀你 嗯 这个棋就是能不能杀的问题 看起来好像能杀 能杀 嗯 然后因为没有断点吗 就顶住就好 没断点吗 我冲断了 这个棋 你冲断 我打 我先团 你一下 然后你扳 嗯 我冲 好像有点事情啊 对啊 这个地方 这个好像也出问题了吗 这一段怎么办 是 这段 我不能走这个 你只能走这个 啊我可以走这个 没事 哦对 然后我扣在这 嗯 嗯 那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杀器 对 白棋器很长啊 白棋器不短 白这将来 主要有个结 这里面踢一个线手 搬出来 黑棋打吃 然后这个白棋可以走到 嗯 这个黑棋是不是 有点紧 有点紧 搞不清这个 应该是 有点复杂了 有点复杂 哦 实在白棋没这样选 嗯 哦 白棋觉得这样 也有点看不清 必定成立 他们觉得 这样杀器可能也不好说 嗯 嗯 他可能觉得优势了吧 有没有可能 嗯 他就算了 白棋 这不长了 就挡下来 也是很灵活 嗯 他觉得也可以接受 嗯 这样的话 黑棋就不能白 那只能吃 然后他再冲 对 这样的话就是黑棋这边 撞伤了一些 这边很伤 嗯 很伤 然后黑棋提 不然这个地方还有一路的打打截 黑棋也是不能不提 对 白棋拐 拐一个相当舒服 啊 这个地方我看到了一部棋 黑棋家 就是要 住锅 救地求火啊 对 白棋拐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顶了一个 这 这是不顶开 觉得死了 是吧 这个棋 嗯 被另一个是死了吗 另一个局部 局部 或者我打拔 对 你可能 你可能打拔 打拔 可能稳一点 嗯 打拔如果 黑的度过 你就把它断了 嗯 它要摘上 你再杀它 可能 但黑的这样下 这个 这能行吗 我觉得这个棋型不对吧 这个效率效率感觉上黑棋有点难以接受 嗯 这个棋不能直接跳出去吗 就是 他估计白棋也是拐 就我就往外跑呗 嗯 我觉得往外跑肯定比在里面走两个强 我感觉 感觉上是 就会在里面这两个也没有走到木啊 这以后被白棋一加 嗯 被白棋一打 这也没有木 就没有木 只要一加一打过 你只能一路度 就是你基本是单关 对 单关 对 嗯 这个 有点太稳了 好像 嗯 然后下一步又是 就 感觉黑棋这两步棋都没有走到木 不 这部棋是啥意思 哈哈 没有懂 这部棋是 感觉还不如搬过吧 对 真的不感觉不 这这部棋是啥意思 这加拿杯一加了一打了 不是还得搬过吗 它就是为了外面这个地方多一个子 其实 这多个子就是这能跳出来 嗯 就本来他不是这能跳在这 这 这个 这个有点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对比者可能下期的时候往往就是容易陷进去 陷进自己的一个死角里边 就是 可能想的想问题的思考方式不太对 有可能 就是确实他们主要就他们年轻小孩确实就是机会也不多 就是比赛也也不是很多 所以就这样的机会 而今天今天是16强了吧 应该是应该是啊 就是其实就是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还有那个本赛已经赢了一盘 嗯 就肯定 心理上肯定就是还是很想下好吧 嗯 嗯 就是感觉上是不是心理包袱也很重 我感觉 有可能 嗯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以前下比赛的时候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 就是不能输 因为你输完之后你不知道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了 有有有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面对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 嗯 肯定是 嗯 是 那现在我我现在下棋特别开心 你你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 哦 我现在 我现在前到之前我去我去下那个天元站 对你成绩不错呀 我我下天元站不是当时我下棋的状态就是 我觉得哎 赢了也挺好 嗯 是吧 然后输了输了回去给孩子集训当时再上在集训 就是哎 觉得也行 哈哈哈 所以就是两者皆可 对 对所以就下棋的时候这个心态就特别好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欲望了 也不用背那么大的包袱了 我就想把棋下好 嗯 然后就把把把棋下 就这样啊 就很纯粹 啊 就可能这样下棋可能会比较会很舒服一点 对 所以那这样是不是已经算是半职业了 就职业的话一定是一定要赢 我这个棋我一定要进入本赛 我这个棋我既然我下了我就不能输 对对对对 咱们这种是属于半职业了 就是虽然是有身份 但是好像输了棋 也没有没有把整个重心全部放在这个上面了 对 但是我要跟棋友们说的就是 当你把整个重心都放在一件事上面的时候 你背负的压力其实是双重的 就是对会更大 嗯 所以这样很好啊 当然小朋友们不可能 是没错 就是这个棋我感觉这一定不是说这盘棋就到目前为止的黑棋 林子杰啊 就是我感觉他的发挥肯定还是不太好 对 我觉得觉得他他棋太紧了下的尿 而且前面前半段过于保守 对他就紧 他手紧 嗯 明白明白 放不开 他放不开 他手很紧 是啊 就是说他其实他们掌握的东西呢也不少 但是他就很紧 嗯 就是像这种棋就从第一个定式开始其实就有一点 对 他就有点紧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定式可以骑稍亏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不可能 嗯 然后就是像这种他引针都没什么用 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 嗯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说 我希望把这个棋啊 我开局平稳过度一下 然后我中盘再去想办法 因为开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就是然后又不敢说下一些没有下过的新手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就整盘棋 现在到目前为止给我的感觉就是配白棋附建横啊 他就是一直在牵制的 嗯 一直在牵制的 就是明显一直在跟着白棋的一个节奏在进行 嗯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他肯定是应该去掌握主动权 嗯 因为毕竟你要贴七木板啊 对 啊 你这个棋你要是一直被白棋掌握着主动权 你跟着白棋下 太难了 就是说黑棋给人的感觉布局就是一点都不积极 下法不积极 对 没有给你那种 我一定要不行 年轻人那种感觉 对 我这个 我一开始比如说我虚张声势 我黑棋找个大模样 然后就等着你过来 我就攻杀你 对 就是好像没有发挥 就是先先找子的这个优势 没错 嗯 这样的话越到后面越拖到后面其实越难 就是手紧 我感觉就是手紧 是 自己咱们其实以前也是这个样子 对可能确实是年轻棋手 这个比赛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会有些紧张 经验也是一方面 嗯 会有一些紧张 嗯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黑棋顶 那白棋接下来点 相当于好像傅建恒的就是状态好像还会比较好一点 嗯 就可能 他比这个林子杰可能长几岁吧 就比赛经验也多一些 对 然后之前 就是成绩呢也还可以 嗯 因为都经过决赛嘛 那么就是说他这么经验啊各方面还是比较成熟了已经是这般的确实白棋到目前为止没有下什么坏气 我感觉下的还是比较好 嗯 嗯 然后冲下来 白棋又捞取了实地 这黑的这得沾吧 这起 不管怎么样啊 木树上不能松了 这得沾 嗯 这起主要沾的话 黑白棋也不可能说把黑的杀了 嗯 白棋 它充气量上面飞一飞或者底下飞一飞 那其实也能出去 过来你现在拐出去吧 白把你这三个冲死了以后呢 你首先眼位没了 嗯 那木树呢也没了 你只能出过头 那出头你能干什么呢 也干不了什么事情 嗯 这个感觉还是要连上比较无聊 哦 这个 倒不如是先把这个空捞了 对 就这样简单跳一个啊 这样的下法还是 还是感觉没有敢这个 哦 白棋现在打入进来了 是不是白棋没有必要吧 白棋 白棋会不会拐拐就 我差不多提提先生提到一下的话 但是他他可能他觉得打入进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白棋全盘铁后 啊也对 就是我进来你也不可能说就是我看轻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应该是这样就其实他们有实力 嗯 那么这也有能力就如果你看轻的话其实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 嗯 也不会因为就是这个这盘棋比较重要或者是 比较关键就是不敢去尝试 这样的话就是肯定会不能很好的发挥嗯 就不见恒呢他就觉得反正我看轻轻打住你吃不掉我就是你比如说林子杰那个科捷来你也吃不掉我呢我该打入我就打入嘛 也没什么关系好你说的很对支持这部打入我支持这部打入支持这部打入嗯 就得相信自己对嗯相信自己打吃白棋提黑棋这估计只能虎吧嗯 白棋跳 黑棋刺 白棋要粘了 哦黑棋就尖回了 白棋再虎住那白棋你看他这就成功了吗 好像还甜也了 对他也有成功了 是的 嗯 黑棋拆 主要是白棋确实是太厚了 太厚了 走不出来空 嗯 嗯 白棋长 黑棋飞 白棋把这下爬掉白棋这已经是收冰了这长一个嗯 他也不去攻击你了就这样 就走一走他觉得就够了走走地嗯嗯 然后飞过来啊这个其实已经我觉得附近可能应该当时已经应该是已经 看轻了吧嗯 然后 然后 跳 冲一下 断一下哦还要搜刮你 嗯 让你难受一下问问你走哪对啊 实际是打这个吃他再打一下嗯 这个时候你要提呢他吃的上面这个就软头哦 对哎呀 哦 这个 所以你就小油卡的很舒服啊 你粘上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又 他直接打掉嗯 然后这个粘又变成了鲜手哎呀 细腻白棋很细腻一下的就很自然他就是感觉给人让我感觉很自然嗯啊 然后跳哎我觉得这也是位置很好的一部棋嗯这个地方有些木然后加后一下自己对嗯 可以一起跳到中央 这黑棋其实还是蛮薄的现在嗯这这联络得有一些问题嗯嗯 黑棋点过来这个棋我觉得不出预外应该是不太够的嗯这个其实如果说黑棋咱们算他随便连上一个 这个木树的话这加拿打没有木这个地方的话 六八十二十 哎三十木嗯 三十五四十四六四八五十五十九木齐不到六十木齐黑棋 大概白棋的木树也差不多六十嗯然后现在黑的脸还该白棋一下就是这个棋啊虽然差距也不是很大盘面估计差不多 但黑棋肯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那种棋嗯就是如果是开生率的话肯定就是说九十以上了白棋这个棋啊就是 但是虽然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嗯嗯就盘面榨盖差不多嗯 白棋空又不少又厚对所以很难收对于黑棋来说黑棋实在是跳啊这个时候 还是走了个没有冷静的这个补还是啊冲击一下白棋对对对对嗯 白棋利 这个利便宜吗黑棋哦 哦他明白了他立完之后呢他是要这边走出些味道来 他在这边搜挂一起 不便宜吧也不便宜 我感觉这不便宜还不如单走对你还不如单虎一下 啊 确实木树上的白棋不立是亏的本来这个地方有家啊不是很便宜 我觉得那白棋确实不如先不如单虎哦对啊 这这本来加的度过黑棋这里是没有木的你现在立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人家补不补不好说如果补不补还五木起嗯 嗯这这这立下来肯定不便宜嗯嗯嗯嗯白棋尖嗯很明确吗白棋就是连回就好了是吧啊 他应该还是要分断黑棋吧搬了打车冲过去 啊但黑棋这个地方也不好补啊黑棋也不肯刺肉他他主要这有个穿嘛嗯就是他就是这有靠吗他就是如果你单纯的补他不是穿断了嗯 但是黑棋尖完白棋走完走不更明显吗 就是没办法可能那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我先刺一下你刺我也不理你嘛其实你这个咱你吃我也我也不理你也小对我对明白嗯嗯就是还是难补有可能附件衡就是看好了立完牵手一间你连不上啊啊要不然他应该不会立这个是厉害挺存的其实嗯那今天一个其实让黑棋也很难受很难受嗯这个点到了腰眼上对 然后等白棋吃这不正好为白棋一次吗中间是这个怎么会就这么被拿下了吧 等不 真就这么被拿下了呀嗯那 这个黑棋更难了嗯雪上加霜嗯这个棋就好不容易我们小林要拼一下跳了一个怎么就被吃了 对嗯看来这个附件衡还是有一手啊这个下的嗯嗯冲 嗯黑棋也好不容易这儿获得一些 哦打吃打吃这个这个应该是判断青了嗯好黑的进行左换断就提了很干净下我觉得应该是够了嗯 关键是他这边是不是还有一点利用了黑棋顶住 白棋抽啊还要啊还是不放过你对哦那是有棋呢黑的就完了这被吃了被提了吃了这如果还是有棋黑棋很难难以为继了就嗯这个这个白棋能回来吗 白棋点点一个好像也回不来吧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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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这个才也回不来吧粘的话 但我是不是可以断这个啊是 对吗你上个来个妙手哦来我让我学习一下那我就打回来了吗啊哦这两个我可以给你了是啊我把这个则连回来我这个就是我我不是要你全都连回来啊断断是好奇哦 我那确实我不是全都连回来我认了你这个没办法是你的是你的哦点然后黑棋肩摆起腿那这样还是有棋哦有棋 冲感觉苏建衡下的很自信先把这个也连上也连上这个感觉一般也没有必要去连他吧这里然后就看清楚了吧嗯那个相信自己嗯 冲 黑棋冲 哇塞白棋这是 全连走了啊这是不给你机会了嗯 这样的话黑棋走白棋就冲 就这个冲 就他击断就行 冲冲冲冲也可以嗯 这一挤对嗯 啊黑棋还挤黑棋这个嗯那我还是冲吧冲冲冲冲冲啊好像一样啊也行啊我先冲冲冲掉也可以对然后再沾你要打掉 你不打掉我我不打你断的时候再打吧哦好再打嗯我沾 沾上然后可以再沾上嗯白的沾上嗯 行我现在白的四口气嗯黑的 三口气我可以搬到这儿收那么你嗯你可以走完之后呢 做过缓气结做过缓气结嗯那缓气结 这儿还还在呢关键白棋这本来他就是说他缓一口气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本来他可以死的嘛嗯对吧那他结材太多了白棋 这全盘白棋结材太多是嗯所以这个不行这个确实刷不掉了这附件看得很清楚嗯嗯这个时候被黑的冲的时候他把这也连上了嗯嗯等于现在黑的这个冲段是先手他度过度不了那如果沾上呢白棋就都搬回去嗯嗯所以白棋这部冲啊 是这盘棋的最后一首棋的最后一首棋的最后一首棋没有再顽强下去了对确实也是击溃了最后的一丝心理的防线啊嗯那这盘棋整体来说嗯确实嗯附件横是下的非常不错的嗯嗯我感觉下完这一首的时候啊嗯可能林子杰反而放松了嗯嗯对他来说反而放松了嗯嗯整盘棋好像是封得太紧了对太紧了就是把可能把我想赢这几个字都 都已经如果面对面的话已经写在脸上就是我不能输就是感觉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棋好像并没有完全发挥施展出来我感觉是嗯嗯这个我不知道林子杰第一轮这是战胜了谁啊但是不管赢谁也感觉实力上应该都还是可以的嗯啊所以这盘棋从目前这样看我是觉得不不发挥嗯是的嗯我们还相信他的实力的对对对只是这盘棋没有发挥好嗯嗯比较可惜也是就是可能心理 负担好像大了一点嗯嗯啊这个不过也是年轻棋手的这个是的该交的学费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对都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嗯好那么也请大家稍事休息啊之后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另一盘的焦点对局一会见好也许你无法